今天雨姐又带大家课堂了 4月4日 娱乐圈中再次传来大瓜 有知情人士爆料 谭松韵与万达董事 华汉隐婚 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吃瓜群众的关注 提到谭松韵 大家都不会陌生 他凭借着一张娃娃脸 出演了多部校园剧 与刘浩然 杨阳 宋维龙 景柏然等 多为当红男性合作 他既是实力派 也是偶像派 虽然在流量上 与杨子等人有着一定的差距 但也拥有不少粉丝 早在2021年时 网上就传出 谭松韵结婚又离婚的消息 毕竟他已经30岁 结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只不过 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传出 以至于外界都在猜测 谭松韵是否隐婚了 随后 谭松韵本人下场辟谣 称的确是结婚又离婚了 但他所指的并不是自己 而是当时在剧中的角色 罗十一娘 此次 谭松韵又传出隐婚的消息 爆料者透露 与其结婚的人 是万达董事 华汉 经常在一线吃瓜的网友们 对这个名字 一定不会陌生 华汉曾以杨幂 刘诗诗等多位女星 传出过绯闻 尤其是他与景田的关系 让人猜测不已 网传景田上大学时 所谈的男朋友正是华汉 景田也在某节目上 透露男朋友帮助自己了许多 甚至还有消息称 景田之所以一出道 就能获得资源 与华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悉 华汉是万达的大董事 同时还有着媒体人 经纪人 营销专家等多重身份 谭松韵被传与其结婚的消息 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翻看谭松韵出道多年 所参演的影视作品 其中多部的出品方 都是华策影视 而在2016年时 华策影视以两亿资金 入股万达影视 紧接着在2017年 就有余记爆料称 谭松韵与华汉已婚 只不过这一消息 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 如今时隔六年后 谭松韵再次被爆出 与华汉已婚的消息 但是工作室 在今天上午11点左右 进行了火速辟谣 假到离谱 目前未婚且单身 切勿造谣传谣 不得不说 这回复简直简洁有利 直接了当 不知道打了娱乐圈 多少有绯闻 先发律师函 却不敢说自己是单身的明星 同时 于婕本着科CP的原则 第一时间想到了 2月14日 同样深陷隐婚绯闻的王凯 毕竟 他俩的向风而行太好看了 细外也CP感满满 一味有着750万粉丝的知名大V爆料 王凯其实早已有了女友 而且已经进入了试婚阶段 嗯 究竟是谁 于姐当时在脑中 迅速过了好几个人的名字 最终私心地幻想着是运运 众所周知 王凯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实力演员 八年前的一部《伪装者》将它直接送到国剧一线男性的行列中 当年《伪装者》不过是正午阳光 最初创作商业试水的一部小成本剧 为了将类型化做到极致 不少逻辑漏洞视而不见 那时 先与伪装者拍摄的《狼牙榜》才是重头戏 《伪装者》几乎沿用了《狼牙榜》的主演阵容 还先与《狼牙榜》播出 他的大获成功等于为《狼牙榜》做了一个预热大广告 《伪装者》官宣的是双男主 胡歌演的《明台》和《近东》演的《明楼》 王凯演的是《明成》《贵居第三》 内宇还没有全面进入流量时代 胡歌虽有古偶一哥的地位 但也被局限于古偶剧 他极度渴望突破偶像明星的地位 渴望成为演员 胡歌曾在微博中记录自己黯淡的心境 一口气绕着虹口足球场跑了十几圈 今天绕公园跑 天黑思路特别清晰 但依然想不明白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怎么还在绕圈 与胡歌恰恰相反 《近东》是业内公认的演技派 40岁以前拿遍了国内所有与戏剧沾边的奖项 包括话剧最高奖《金师奖》 为了守住不拍烂剧的底线 他好多年只在剧场排演话剧 经济窘迫为理想而活 王凯是近东的小师弟 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但他的成名作《丑女无敌》 不仅是著名雷剧 也成了他的一段黑历史 丑女无敌一共四季 他娘里娘气的陈嘉明深入人心 甚至一度有传言 王凯是本色出演 之后的几年里 伪娘以类的角色都找上门来 除此之外便无戏可拍 伪装者狼牙榜热播之际 正流行称呼年轻的 高颜知男明星为小鲜肉 王凯美美尴尬 因为他出道快十年了 已经年过三十岁 伪装者进组前就有人告诉王凯 进组以后要好好演戏 不然东哥会骂你的 近东的解释是 如果有演员台词都记不好 就不应该站在我的对面 伪装者中 明家三兄弟各有困境 这部剧热播之后 三日在事业上的梦想 几乎全部达成 之后的几年中 王凯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 不随意接剧 力求提高自己的演技 事业有成的另一面 就是成家 关于他的恋爱绯闻也有不少 但真正落实下去 谈婚论嫁的 却没有 据不完全统计 王凯有四个绯闻女友 第一个是王子文 二人合作过韩秋 欢乐送 如果蜗牛有爱情 可以说是老搭档了 但是 王子文后面参加 怦然在心动 与吴永恩 官宣恋情 所以 他和王凯的绯闻 也就不攻自破了 王凯的第二个绯闻女友 是蒋欣 甚至还有传言称 二人正准备结婚领证 或许是看到了自己的绯闻 后来蒋欣清空了 与王凯的互动 又行动辟谣 比起前两个 后面两个绯闻女友 更令人难以置信 一个是陈乔恩 他与王凯曾合作 放弃我 抓紧我 但是他后面参加恋宗 找男友 现在已经结婚了 和他老公曾伟昌 参加综艺 妻子的浪漫旅行6 两人大秀恩爱 显然 他和王凯的那段恋情 是无中生有 造谣生事 另一个是王欧 他和王凯合作过电视剧 猎狐狼牙榜 伪装者 但是 前不久 王欧被拍到与何九华同逛商场 并一起回家 事实上 二人被多次拍到举止亲密 疑似恋爱 双方都不否认 侧面默认恋情 也说明了 王凯和王欧的绯闻是假的 从甜美可人 到美艳玉姐 不同类型的女明星 跟王凯传出绯闻 最后都是不攻自破 此外 王凯一直没有公开过的女朋友 加上之前的出游泰国事件 这令一些网友 不禁怀疑起了他的性取向 关于王凯游泰国的事情 发生在2013年底 当时 王凯与同行的11名友人聚餐 经过网友的身巴 这11个男子 都在社交平台上 公开过同性性取向 或者是跟男性关系暧昧的 同性名媛圈 更令人意外的是 有网友爆料称 那个被王凯搭肩膀的男子 曾做过艾滋病检测 除了集体合照外 曾有一个健身达人 分享了他和王凯的合照 表面看着并没有什么不妥 实际上 那个健身达人的日常画风 都是和同性拍摄的 各种大尺度照片 同性取向一目了然 王凯也跟他合照 自然是引来了众多非议 于是 越来越多关于王凯性取向的问题 被打在议论 甚至有人说 王凯是本色出演 丑女无敌 王凯在丑女无敌中 扮演娘娘腔陈嘉明 形式作风偏女性风格 被朝不是直男 面对众多网友的猜测质疑 王凯本人不做回应 有记者询问他的工作人员 经纪人表示 轻者自轻 随着王凯经纪人的回应 他的性取向 暂时被大众淡忘 过了一阵子 网上一段不雅视频流出 尺度太大 一些人更是说 视频男主是王凯 这再次引发了网友 对他性取向的质疑 后来王凯发文 静后法锤落下 自由水落石出 工作室也表示 坚决维权到底 经过判定 那是造谣者 恶意声势 视频男主不是王凯 最终 造谣者被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五万元 并向王凯公开道歉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王凯和工作室 合法维权 将造谣者送进监狱 真是大快人心 尽管多年不谈恋爱 但这并不代表 他没有感情经历 他曾在节目上说 他的初恋是在14岁 那会儿正在上初二 拉个小手都会脸红 他还分享了 与前任交往时的细节 当初分手时 他表面淡定 其实内心在低血 但就是要装作无所谓 让他看见 对于感情 王凯在节目上说 他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如果对方在平常 又没过年 又没过节的时候 找他要礼物 他就会觉得难以理解 也不是抠门 就是觉得没必要 由此可见 王凯是有些直男的行为 在身上的 关于自己多年 不恋爱不结婚 王凯知道 外界议论纷纷 他也做出了回应 我们这行 择偶很特别 希望那个人能懂我 同时又要经济独立 只要是对的人 等再久都没关系 显然 他是还没遇到 那个对的人 自己也不想将就 另外 王凯称自己 更注重两人在一起的感觉 觉得婚姻 就是法律上的一种约束 他不是特别憧憬 婚姻和着急 一方面说自己期待 等那个对的人出现 另一方面又说 不是特别憧憬 婚姻和着急 两段话 看起来有些矛盾 但也不无道理 或许 王凯是想表达 他对感情很慎重 不是一个 喜欢暧昧关系的人 不仅是在爱情上 理智清醒 对于事业 王凯同样有着明确的认知 当初 他因为仇女无敌 被疯狂吐槽 很多人说 那是他的黑历史 王凯一开始也这么认为 他特别反感别人在他面前 提到陈嘉明这个角色 但是后来 他想通了 很感谢那个角色 那段经历 那不是黑历史 如果没有当年的陈嘉明 就没有今天的名城 所有的作品 都是一步一步 沉淀下来的 每个角色 都慢慢积累起来的 每个角色 都是惊艳 总的来说 结合王凯的过往经历 以及他的发言来看 在角色上面 他有自己的见解 在爱情婚姻上面 他不愿意将就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他都挺理智谨慎的 最后 祝福王凯和谭松韵 可以早点遇到 那个对的人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